12月15五晚上10点多 我接到了唐成出事后的第一个电话 我们死兵出事去了 我待会儿把死兵传给你 关于哪个符号 唐成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一年前他曾经给我发过这样一条私信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电影 尤其是伟业 说脚本已经完成了 他们马上就可以拍摄了 然后没过几天的一天深夜 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视频 神经紧张的说拍摄出事了 好像跟一些奇怪的符号有关 然后他很匆忙的就挂到了电话 随后就给我发来了一些图片和视频 以下就是唐成发来的所有视频 第一段视频拍摄于12月16日 也就是唐成给我发来剧本的一周后 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他在和同学商量着 第二天去拍摄地青南山踩点的事 青南山路380号是一家已经废弃的精神病院 时间于上世纪60年代 于2013年12月关闭使用 因为收支过重度精神病患者 荒废之后又增添了一些神秘气息 2016年之后 青南山就成为了户外探险博主的打卡圣地 大量视频和照片也随之流到了网上 一时间关于青南山380号的灵异事件 和他们决定以青南山为背景 拍摄一部惊悚题材的伪纪录片 沟通完之后第二段视频来到了12月 自己将他们放在了大门口 下车后门口还能看到很多被遗弃的病号符 继续往山上走了没多久 就能看到已经被封禁起来的精神病院 就在他们准备翻过去时 一位同学发现旁边的小门机烟开着 一些人激动地向里面走去 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栋被杂草和树枝遮盖的小楼 进入后虽然是白天 但整栋楼被遮蔽的暗无天日 黑漆漆的走廊两旁 是一间间破败不堪的病房 有些房间貌似还有人居住过 墙上到处都是奇怪的涂鸦 穿过走廊下到了一楼 这里应该是曾经的办公区 公告栏上还能看到一些20年前张贴的文件 继续往里走 就是病人的居住区和外科楼 刚进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供台 虽然他们人多 但也不敢进去细看 更奇怪的是 这里已经荒废多年 但远处依然有烟火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 网上传言灵异事件频发的青台山380号主楼 这里所有窗户和入口都被铁栅栏焊死了 上面还贴着严禁进入的告示 在旁边被钻到封起来的侧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给撬开了 进入后里面同样暗无天日 安静的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虽然他们人比较多 但也会感到不寒阿里 有些房间还丢弃着大量废弃医疗用品 紧接着唐成就发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在走廊尽头有个独立的房间 里面竟然闪烁着亮光 他低头一看 又发现了一个机台 而且这个似乎还是新的 蜡烛刚点着不久 唐成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他怕引发火灾 就一边吐槽一边吹灭了蜡烛 但奇怪的是蜡烛后面的砖块上 似乎还有一些未干的血迹 出于好奇他就移开了砖块 等全部拿开后他才意识到 所有人进来后 用手电仔细检查了房间 看完后越发地觉得这里很不对劲 后面胆小的同学直呼晦气 让他赶紧将这里恢复原状 在剪砖块的时候 唐成手上不小心碰到了血迹 其他人见状直接退出了房间 本来唐成还想将蜡烛给点着 但见同学们都走了 他也只好跟了上去 关蒙前他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回去的路上唐成直接提议 将这个符号和记台也用到影片中 第三段视频拍摄于第二天晚上 唐成在宿舍检查素材室发现 闭房里面的窗户上和走廊里 隐约能看到一个黑影 不知道是不是进口的意识 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幻觉 第四段视频来到了五天后 今天是他们原计划正式拍摄的日子 出发前还有些顾虑的同学 在唐成的鼓动下逐渐也放下了疑虑 因为他们的期末作业还是要完成的 临时再换题材和剧本也来不及了 于是他们租了一辆车 带上了所有道具和设备 再次向青苔山出发了 路上唐成觉得除了原本的内容 可以围绕那个符号和祭台 还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场景 胆小的同学建议还是别了 但唐成似乎已经魔障了 说话间车就开到了青苔山 刚开到大门口 他们就发现路边莫名的聚集了很多人 而且奇怪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一直在盯着他们 唐成他们在附近等了很久 但门口那些人一直没走 时间来到了下午四点多 他们决定不等了 直接从附近的小路 翻过围栏再次闯进了青苔山 来到了主楼前 他们很快架起了设备 然后唐成在门口拍完了第一组镜头 在正式进入主楼拍摄前 他们在门口拍了一张合影 在周围取完景之后 杀心的两个同学先回去了 剩下的人便进入主楼继续拍摄 唐成提议先去拍上次那个祭台 他说自己查过了 弯子福是吉祥的意思 没事的 但在路过其中的一个房间时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 上次被压在砖怪下的符号 而且这次直接是用血化的 墙上还有一些浮露 其他人看完都有些忌惮 但唐成的反应则明显不同 他当场建议等天黑下来 在这拍一个举行仪式的场景 随后大家离开这里上了二楼 唐成在上次发现黑影的地方 分别架了两台相机 他想看还能不能拍到那个黑影 架好之后天色也暗了下来 他们先在那个符号前 拍了几组孤伦学学吓人的镜头 然后在唐成的指导下 他们点了五根蜡烛 分别放在了符号的四角和中央 然后所有人双手合十 唐成则轻声的念着什么 拍完之后他建议分成两组 一组留在楼上 另一组去楼下 分别拍一些医院内夜晚的素材 被封到一楼的两个同学刚下来 实际上就觉得 唐成今天的行为举止有些奇怪 但具体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 话还没说完 楼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把人赶紧冲了上去 刚上来就发现 其中一个同学的手腕 在不停的流血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个同学大叫着我手里有东西 然后直接从上楼跳了下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所有人 来不及多想 只能先冲到楼下去找人 重着血迹 他们竟然追到了刚才拍摄仪式现场的房间 而且更利器的是 失踪的那位同学 曾经站在位置上的蜡烛 通体都变成了绿色 血迹到房间就没了 那位同学也随之消失了 所有人看着烧着绿色火苗的蜡烛 彻底的傻在了原地 唐成更是心生不定 鼻子也开始莫名其妙的流血 这是不远处传来了响声 他们刚追到一半 负责拍摄的同学不淡定了 他建议先报警 然后离开这里 但唐成则提醒大家 我们是闯进来的 一旦报警移交给学校 我们都要被处分 然后他建议再找一圈 找到了马上就走不拍了 如果找不到 其他人先走 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等警察 听完后 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挨个房间继续找 其中一位同学刚来到走廊 就听到旁边的房间内有响声 进去后刚喊了两声 突然一个物体 光速窜到了床下 他刚想弯腰去查看 跟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同学 突然竟然说自己的手腕 好像钻进去了一个东西 掀起胸口后突然发现 那个诡异的符号 竟然出现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还没等他俩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唐成在楼上迫充下去后 发现之前那位同学被控宰 安静了下来 萌野轻轻一推就开了 但进去后 一股凉气从天灵改直通脚 所有人的内心都恐惧到了极点 因为又一位同学 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原本留下来的五个人 现在只剩下他们三个了 那位怀疑唐成有问题的摄像同学 彻底的崩溃了 他冲过去直奔唐成 这些到底是你提前安排好的 还是我们真的遇到了什么 还没等唐成开口 另一位同学期望拦了上去 说这不可能是唐成设计好的 因为我一直跟他在阿龙 听到这摄像意识到那就完蛋了 然后嘴里嘟囔着 你们都看看自己的手腕吧 果然大家的手腕上 都出现了那个符号 这时唐成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然后覆着墙嘴里吐出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紧接着他就消失在了走廊里 就在摄像将灯光照向走廊的一瞬间 一个扭曲的黑影 跳动着出现在了走廊的尽头 摄像使出了全程最后一点气力 转身向走廊另一头跑去 但没跑多远 他发现之前点着蜡烛的房间 已经完全被绿光锁弄到 门口似乎还有个人影在看他 但一瞬间就消失了 他硬着头皮准备冲过去 却发现唐成竟然站在那个符号前 好像湿了红柿的不停地撞着墙 车后的蜡烛也全都变成了绿色 他鼓起最后一次勇气 想把唐成救出去 但此时的唐成已经命运出了 他只能不顾一切地冲到车前 回到车上深思历劫地让摄友赶紧开车 但当车子发动的一刹那 注定他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最后一段视频拍到这戛然而止 但是当我仔细看完唐成给我发来的 全部拍摄素材后 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 比如说这段拍摄 于12月9日晚上11点多的视频 唐成在整理之前拍摄的视频时 他曾仔细研究过那个符号 也知道它并不是象征吉祥的万字符 当天他的鼻子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流血了 关机前他也说过 感觉自己的身体里有东西 还有一段12月13日拍摄当天的视频 他们拍完外景在门口休息时 第一个消失的那位同学 手腕就已经有了一样 还有就是12月12日正式拍摄的前一天 唐成竟然偷偷地去过青台山 然后用自己的血在房间里画下了那个符号 以上就是唐成失踪后给我发来的全部视频 这是四川成都几个大三学生拍摄的伪记录片 青台山380号 虽然是一部学生习作 承梦也只有几百块钱 但确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当然问题也不少 视频最后由我对导演唐成的采访 关于拍摄中的一些问题和有意思的事 他都会亲自解答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其实伪记录片这种风格对自洽 观感上观众不会过于苛责 在《女巫》部来 要不你就直接捅破窗户纸 用假的是属于电影的范畴 但它有着和电影完全不一样的观感 电影是用故事和技术在造梦 伪记录片则更像是参与了一次真实的贪迷过程 说了这么多歧视是想告诉大家 伪记录片是一个可以以小博大的题材 如果你真的喜欢又有一个好故事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大胆地去尝试 就像唐成和他的同学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部《青台山380号》 给我们最大的歧视和意义就是 普通人也有拿起相机去造梦的权利 无论最后别人是尊重你的勇气 还是赞赏你的才华 或是诋毁与误解 但从成长的尺度回头去看 只要你能迈出第一步 你都赢麻了 马上新年了 最后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所有人2024年都能迈出 你想而不敢的第一步 我是匹夫过年见 唐成首先恭喜你 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 就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因为恐怖式伪记录 是一个很小众的题材 之前应该接触过不少伪记录片吧 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我个人比较喜欢看那种电影 小时候看了一个 道本的光碟 就突然间就看到 一个科幻内的伪记录片 叫做科洛佛大案 之后那时候小时候看 现在的感觉 看一次还是挺震撼的 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材呢 因为当时我们老师 就给我们放了一部 日本的伪记录片 叫做超自然 那么这是一个低成本的电影 它没有很高的特效制度 但它剧情上做的特别的牛逼 我觉得 然后它质量也很高 当时又恰好要拍一个期末作业 然后题材又不限 然后我们就去 又听到有那么一个地方 我们就决定就拍这样一个 伪记录恐怖片 这样的一个题材 然后当时拍的时候 也碰到过许多预想不到的事情 那首先就是大门并不是那个 很轻易就能进的 它是有人守在那里的 我们第一天去 还有第二天去的时候呢 就像是那个视频内容 视频里面展示的那样 那就是我们当时 真正的预想不到的那样 然后我们虽然去了七个人 但是胆子都不是特别的大 拍摄的时候还是得克服心理 心理上的一种恐惧 我们当时总共拍了三天 第一天还有第二天都碰到了 其他来这个地方的人嘛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只是那天拍 只是最后那一天 拍的时候天气特别不好 它就一直刮风 然后楼上呢 就一直传着那种 脚步声音的声音 刺刺刺的那声音 那个群的那个声音 就跑过去看 但是没看见人 我觉得那应该是风太大 然后吹的那个树叶掉落 掉落在那个地上的声音 当时韩毛已经立起来 然后拍完之后 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当时拍的时候 拍的时候并没有感觉特别大 但是拍完之后 我们来剪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节奏上的问题 之后但是没有 因为没有补拍的时间嘛 所以形式里的戏 它因为后期不好实现 所以我们也给删掉 然后作品公开之后 我们也没想到会像是现在这样吧 因为它最初对幼儿蔓延就是一个作业 然后我们耗资就几百块钱 然后这个作品被分享出去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给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像是那个镜头确实太晃了 我们也是第一次拍这样的片子 当时只顾着什么呢 就是反映真实的一个情况嘛 只顾着眼了 然后以及那个灯光太多之类的这样的 剧情上面也有很多问题 对于这个符号 我并没有刨根问底 去解开它的一个谜底 然后也是后面内容有的地方 推动确实太快 很多氛围还没有影响好 我们并不是十分专业的演员嘛 然后在表演上有很多槽点 这个后期的拍摄计划 明年可能也有打算再拍一本 然后我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拍 然后花更多的精力 再去剧情上去琢磨一下 这一次这个我们确实没想到 当时题材的话 题材还没有定好 但可能会是 仍然是恐怖类的微纪录片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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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